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将我们的点 这一边的同样和这一边的往外再挪一点 可以挪到这个位置上 这边的也向外挪一点 挪到这里 然后我们要将它复制一个出来 在这里但是要调整一下它的点 因为外面的也有这个屋顶的这一部分 有了之后我们现在再来选择一下它们 在这里我们这个需要被撬起来的这个部分的 我们刚刚说的这一个屋顶的这一部分 我们需要对它还要添加一些线 不然到时候往上升的时候可能造型有一些声音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将它转化为可编辑的多边形 选中它的线对它进行点的天价连接 线的连接 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将它回转去 接下来我们将我们的视图切换到底视图 在这里我们需要测量一下我们的这一个 在顶视图上测量一下我们的这一个瓦的一个宽度 在这里这里的点到这个点的宽度 我们需要来绘制一下 在这里它有一个笔列 我们将就这个笔列 复制一下改到它的 让它们形成一个正方形 形成正方形之后 在这里我们需要将正方形移到这个地方 瓦的最下眼 作为一个参考 然后我们可以将我们这些瓦全部塌陷到一起 坐标跪一下位 接着我们需要将上面的这一部分 多调的进行一个切除 将它转化为可编辑的多边形 用快速切片的工具来切一下 切了这一刀之后 它会多一根结构线 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都是两根线 我们因为切了一刀出现第三根线 然后暂时先别松手 我们选择它的线边 然后在它的这里点一下分割 然后将切片命令取消 进入它的元素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选中 将它们全部进行一个deleted 删除 删除之后 现在我们要将它进行一个撬起来的处理 在这里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个ffd3 调整一下它的点 在这里我们来调整一下 上面这个点也需要被调整 这里调一下 可能大概调整的差不多就行 如果还想精确 我们可以再对它的点进行一定的调整 我们将它全部转换一次 转换成玻璃 然后进入它的点 选中需要被调整的部分 从这里开始 再添加一个ffd调整一下它的点 这样再来对它进行调整 调整的差不多之后 就可以退回命令了 然后我们在顶视图上 因为我们看一下我们的cd 在这里看不到 它要让两边拼接起来 现在它只是撬了一边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切片 同样的再转换一次 转换成玻璃 然后直接对它进行一个快速切片的处理 切的时候一定要切是对角 同样的选择线 对它进行一下分割 然后选择元素 然后选择元素 将这一部分全部进行删除 选择了分割之后 现在我们在选的时候 它会整体选中 不会一节一节的被选中 这样 这样我们的这一边的屋檐就已经翘起来了 屋檐翘起来之后 如果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 我们将它复制一个出来 对它进行一个旋转 然后来一个左右镜像 我们将它拼接起来 在这里还有点漏缝 说明刚刚肯定我们在切的时候没切到对角 为什么我们之前一定要画一个正方形 是因为现在如果要让它们两个拼接的比较完整 那就必须要切成正方形 如果切成了长方形 在这最后期肯定是拼不上的 所以你看它们拼好之后 它们其实的外轮廓就是一个正方形 这就是当时为什么我们要先绘制一个作为参考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样 这个角就已经翘起来了 在这一边 这个漏缝的地方 我们暂时可以先不用管它 因为到了后面 它会做一个这个飞檐的造型 把它给挡住 所以我们可以暂时先不用理会 再来看 这就是这几天的故事 谢谢观看